不知道你会不会有那种感觉 分不清自己是醒着的 还是在梦中 或者你明明知道一切是真实 却希望那只是一场梦 我可能是个爆发户 我去年中了五百万 然后今年这五百万没了 你的生活一切都回到原点 我不记得夏天是哪天开始的 总是在一场措手不及的雷雨之后 才后知后觉夏天开始了 可以说是非常紧张了吧 因为第一次台下有观众在看我们打比赛 非常无声音 让我打得过这支某 让我打不过 让他顶他一拳 一拳应该顶一拳应该干不醉 其实晴天的选择 我觉得在我看来更多是因为 当时我们在视讯的时候的版本 是非常契合他的 因为在LDL的时候吃茶风云 然后上来了之后感觉有点迷茫 刚上第一场然后被按着教育 人都被打得神智不清了 我这波现在得推进去 你得看我一下 我可以看 但暴力不赞 暴力在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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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他一拳一的 我跟他一拳一拳 我跟他一拳拳拳的 OK 没事 小问题小问题 慢点玩 还好吗 你打 太紧张了啦 太紧张了 大家都在紧张了 我第一拳也就上了 你能不能把他打开 你没啥事 你这样只过也可以 正午的阳光 仿佛可以融化到世界 蒸腾的热气 总会带走一些精神 皮肤拼命分泌汗水 也感受不到清凉 只有蝉鸣 好像永无休止 一直在耳边喳喳作响 这里面这么大 这像打 刚刚刚刚刚看着你是完成 云绍 你握不了 慢点 卓哥别死 这次是个杯子 先走 先走 杰根 奥扫被闪钩 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 就感觉很燥 把打手进不下来 然后有点影响队友 这是我的问题 就我给大家告现 反正就已经发生了像 就不要影响后面 当时的话 首先就是那天 我就是整体的那种 就是醒来之后 机晨状态就没那么好 然后当时也是觉得就是 因为可能自己就是心态方面原因 然后影响到了大家 然后就导致那个标签输掉 就说实话这是我的责任 所以说我会站出来说这些东西 炙热汗水 让豆汁昂扬 奔放的机械 总会绽放许多灵感 我开始享受身体的大汗淋漓 这种感觉很好 其实有看我们比赛 你都知道我们都是属于那种 输了一场之后 后面会变比较好的队伍 其实在打RNG打EDG的时候 我们队伍的上下 那个全心去想赢的那两场比赛 其实是非常非常强的 不管是教练组 选手管理组 我们都是把自己能做的事情都做好了 所以其实那两场比赛 对我们来讲是蛮大的鼓励的 很受感 也可以啊 你可以试匡荟塔 能看我吗 我可以看 没有没没没没没少 看小王小王 看他看他看他 太棒了 太棒了 可以打得好啊兄弟们 现在没有门压塔来帮他防守 是没有办法守住 淘博五个人的一个前压 最终我们恭喜淘博在这场的BO3 完成了一个让一追 完全逆转 他们大一波 一波帮我们往一等 基本上每一个都在追 压力的话还好 就你正常玩就行了 压力和心态应该都还好 就没有那么大 训练每天都训练做好就行了 然后比赛你就 当天想要怎么玩就玩什么一球 就想要这么大就可能会打得毕业 比较稳定一点 我觉得今年一年以来 可能也是一种惊喜 就是他的成长 我把他叫到办公室的时候 昨天我说今天的比赛就是 你有啥感觉 他跟我说 他说每个人就是状态有起伏 是正常的 他说我们去年捷克来的时候 我们还那么糟糕了 但是现在可能他状态不太好 就是我们可能多做一点 就是一起想办法赢吧 别担心啊 昨天那把也断点胜了 今天就靠我们 总会输的 总会输的 总得输的 他们总得输的 昨天他说老二老三都老了 他们不是每年呢 他们今年还没错 没关系 我们为什么不喊得一起呢 因为我们喊得没有一起 确实 我们要把他们带进我们的一次 加油 加油 我说一二三不三二一 三二一 三二一开走二一 小鸣之不有绝绕落掉啊 落掉吧 够到了够到了 打死他 死了死 大龙 过来大龙 直接直打大龙 直接他过不来了 过不来了 落掉去小龙 nice nice 结束大影魔刀 结束大影魔刀三 就是 输了A之后 当时觉得 就如果自己应该少死两次的话 就可能 游戏会变得更加简单 游戏不在游戏 游戏不在游戏 推 推 推 看 飞了 飞了 游戏不要跌倒 游戏下面那个 游戏死了 游戏死了 默炎他断线 别怕别怕 不要死 看默炎很死手 推打 游戏要紧死了 游戏要紧死了 nice 游戏死了 快看 牙匠 sem 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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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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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那个过程中还一直在告诉自己 或者告诉团队说我们只要调整过来 我们依然是有机会的 我们只需要想办法去调整就OK了 天气阴晴不定 凝固的空气中只有蚊香生起了一缕吸烟 蚊鸣突然停下 耳朵居然不习惯到有耳鸣的感觉 还没反应过来撕裂天文的闪掉 便让一切的声音消散 除下蚊子 还别管不同的婚姻 即便解决了准备 也没有一片一枕 能在抱怀中幸运 潜伏在夏天的猛烧开始蠢蠢欲动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那段时间季后赛的时候我觉得小明的表现非常好 然后我就跟小卓在聊 我说爱你看 我说我觉得神明最近状态挺好 我觉得他打得挺好 卓哥当时的反馈就是说还不错 就是正常表现 然后但他主要他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后我就感觉到他一股有点不服气的劲儿 应该动手了 卓哥加油 嗯 还怒夺一波 AV2 加油 本来很期待卓哥在夏季赛开始发挥的 但是 我在鳄鱼屁股后面 我们往后拉我们往拉 鳄鱼在里面在里面在里面 结果往后拉 感觉再保一下 他往那踢马凯 我看能跌能跌 慢慢来慢慢来 就像这样 他要动他想动他想动 滴滴滴 我定了我定鳄鱼了 OK 你闪他闪一刹马凯 我没进来 卓哥怎么进来吧卓哥 我该我该进塔了 你进塔 你上塔好了 我我想拉走了 大家的状态都不好 可能对他的影响也比较大 然后中间有段时间 他的情绪有点压不住 没有 其实当时就 队伍就有很多 各种各样的问题 然后 我想把它解决掉 但是 当时 是把问题都放在我自己一个人身上 然后我就觉得 我一个人真的把那些问题都解决掉 后来就 可能 可能就是因为这种想法 后来就是 越打越怪了 之后 这个东西 接着 他没有用 唤 sf 现在 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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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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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逼得能踢算 慢点 慢点 我逼得能踢 我逼得能踢 双踢 特别是在我们状态好的时候 我们的队员的抓机会能力比较强 他的嗅觉比较敏锐 所以这样导致经常会做一些 偏离掉我们计划运营的东西 所以这样小卓他其实要适应这个东西 就有点难 那么当时我跟他说 他不应该去适应这个东西 他应该把大家拉回一个正常的一个节奏里面去 他做不行啊 感觉得拼一下乘 不然水龙会被吃也很难受 跟萨加斯提笔回来了 他要异小 杀人在这 勾到 勾到 慢点 慢点 再来 啊 啰 喵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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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 被什么打 没什么打 没啥 择下来 勾一下 我应该是进攻 我们进攻的不好 我們前面真的进攻的 就是我们现在在前面的进攻都太糟了 我们第一把 双人线打2-6垂直 然后被人家直接陷上 第二把我们的陆西安跟那个 角异我们中期 我们前面要能多进攻 或者我们中期要能压塔都没有压到 第三把我们换去伊浙布隆达的 二倍有私牛 他们下入原本要爆轮 然后我们也失误 就当时被要求轮换的时候 心里肯定也有点不高兴 有点不高兴的同时其实觉得也挺好的 因为我自己知道 自己就算站在硬顶着 就指挥更差也不会更好 今天预演家第一场放轻收 今天第一场先放轻收 刚才发生气息给我拿出来的 完了 主播店我去拿了 周深的主播店 随便在主播店 随便在主播店 我帮我猜 那是你吗 不是我 这是我的 不是我在找的 哈哈哈哈 其实第一天 还好我还是蛮放松的 只是鼠标店忘记带的是意外 那也行 来吧来吧来吧 需要有猫吧 需要有猫吧 对 毕竟这个也是预言家陈铭角 我一上来就玩一把猫咪吗 是猫咪 能打得过不 操作操作操作 打不过他 开往靠操作 拉扯拉扯 打不了开往 打不了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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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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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德赛打完的时候 感觉跟顶级上单 差的还是有点 多 不过 千一千 先打 不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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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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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来来慢一下 看我看看 没勾到 杀人吧杀人吧杀人 慢了慢了慢了慢 你认识你认识你认识 一秒勾一秒勾 能看唐姆 就不管他选什么,我感觉都打不过,因为我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英雄能拿出来打,所以那一把打击对我挺大的。 今天我想先跟你说,这次其实会让369后面去上训练赛,其实在我的角度,我没有觉得是你不行,或者是怎么样的,我没有这么认为,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版本,那版本应收出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应收出来你因为打职业的精力较少,所以导致你的储备量比较少。 就还是有一点小失落吧,因为个人能力都不足,所以悲患一下了,能改变这样的还是得靠自己练,尽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自己变成一个比较全面一点的选手吧。 因为就是我主动想要上的,因为就觉得我也就可以竞争一下,就一起就是看看谁上效果好之类的。 没选了,没选了。 分开战,分开战。 我死不了,我死不了。 推塔就行,推塔就行。 分开战,推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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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上,我选了,我选了,我选了。 慢慢来,慢慢来,我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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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推塔,推塔,推塔。 很关键,很关键。 很关键吧,太稳定了,兄弟们。 我们恭喜陶伯在苏州,让一追二,实现了二比,拿走了这一份。 感觉我上的时候就有点,有点奇怪吧,就团战。 就感觉打上的时候就都有点急。 有灯笼。 有灯笼。 半 wheelchair,半 wheelchair。 这里有眼,大哥。 我选了,我也想,我也想,我来了,看这儿,看,看这儿,看。 好,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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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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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打,撒。 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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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 我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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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опять,慢点。 我吵。 大门要掉了。 好,掉了,兄弟们。 其實在我看來大家是有在努力有在想贏的 但是有些問題一直沒辦法被解決的情況下 大家可能會對於這些問題持續的越久 然後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剛剛是不是太大勝了 剛剛你們也沒嚇到 大家也沒嚇到 沒事 傷怕我的 這把槓桑拿下來 上吧我的 傷怕我的 黑衃插 沙摸 no 無所謂行 4000 無所謂驚魔 巨魔不行了吧 慢點 TianThose 炸 мон Thanks 等我去看武器 看武器看武器 我慢點A 暫到我拉不出來 進來把野往上 好 虐型 要變成 我以為振傷 已經了 好 被一波了 好 五了 好 五了 哇 沒打過 沒打過 我也不想再去鼓勵你們了 我也不想再去罵你們了 那個結果擺在那裡 最後就給到我們每一個人 應該挺多的吧 就常維三張不改輸的 就都輸掉了 就如果贏的話 可能名字更高吧 然後還有 就不太穩定吧 就打那麼前的隊能贏打 弱的隊也能輸 因為我們 為什麼說今年就是 很多東西在意料之中 因為所有的選擇都很被動 我們所有的選擇 今年一整年都在 很被動地進行 我覺得大家 到這個階段 八分 後繼 後繼可以活化 後來也可以居上 後面就是看 大家多想 就能到什麼時候 多想一比賽 就到什麼時候 冰水也繳入教育舞台 嚴硬且煩躁 醫學物的加速轉換 時間被日力裹挟 催促的向前 一夜夜逼近 跨著紅圈的日子 對 據說 八字正眼 順風別浪 逆風別浪 逆風別浸 你不要正常把自己的每個星期 也發了 怎麼會撿我 他硬體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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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來喊一個吧 來 我們今天第一次喊 來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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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來來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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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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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來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 先別打先別打 給他翻了 給他翻了 他們會先到 慢點慢點慢點 來看中吧 來看中的來看中的 這一波三就是打了一個回馬槍 配合了奈特落地以後 是把 ORWG的上中都給殺了 你這樣好了要這樣好了 卓哥 我也 你標一馬了 沒事沒事沒事 一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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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波一波一波 一波一波一波 他好像捅過去沒 一波了一波了 一波一波一波 那我們恭喜濤波 恭喜濤波 今天以2比0 擊敗了ONG 也是鎖定了自己下級季後賽的一個名號 往前頂一下 可以頂了 先找到Niko位置吧 Nik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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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龍NikoNiko 趙姓趙姓趙姓 女刀看一下 女刀 女刀手濕 刀妹 復活甲站起來被4分4加起身 這小月給了他最後一劫 這波可以小龍加大龍一起去拿了 中龍中中 我注冊好了 能一波的 他拿我還在 我還到了 我還到了 上來看一下 淘寶在拿下這場比賽過後 在常規賽的最終積分榜上 定在了第5位 同時也把W送到了第7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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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总会停下来 总算松了一口气 明明知道一切还没有结束 却只想停留在这虚假的安宁 就空调发出奇怪的嘎嘎声 烦躁却足够了 就甚至那天之前我是 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因为我们在后面 其实打WE 打OMG 那天已经在往回调整了 再加上那两天的训练状态 大家调整的也都还不错 觉得应该OK的 人们仿佛是被门热去干净泳池 想象在闭海蓝天 阳光沙滩 一下子跳进水里 当每一次毛孔都准备好与炙热告别 却被消毒水的味道一下子拉肥香水 任由温吞的池水 拔毙所有的神经 就你吃武器的手上吧 对你家 就是卡米尔那种一抢 已经是那种小卡米尔的操作了 对对 人家老卡米尔都怎么打不信吗 就你Q他来开议的时候 他就直接Q你一下 然后他就 他不求Q你什么东西 他就Q你叠叠怎么被动 等你运完以后他直接 反手易过去 真双Q 然后再一个W回去了 你的对线我会放心的 真的吗 你懂我意思吗 你应该不懂的 肩膩扎扎 就在无几时一年一瞬间你放一 挺重一点就行了 我感觉我们准备的还是挺不错的 我 最近 轻人带 挺不错 最近一点 我和对面辅助应该都会来的 我们能赢 进他体验吗 没体没体 OK那大大怪 我大招把他大伤还躲了 我操 可以 可以这吧 nice 拉开拉开 坎达坎达坎达 nice nice 我们回去无敌老师 我的后面位置很好 我的位置很好 但我没演 慢点慢点 先把我炸走 炸走 5秒住着 5秒住着 别急 慢点慢点 要不再AOE一下 要不要不 卡一下卡一下 我们跑路了 来来来 慢点慢点 打的吗 新的拉没推了 不可以打 可以打 我操 没闯到 中间看到我吗 看不到 看看拿吧 看看 我 我没锁 我没锁 里面里面 走吧走吧 慢了 慢了 2-2 我的我的 不用急着 软龙 应该还行 我们可以打团的 嗯 就感觉这个赛季的自己比较浮躁一点吧 就可能做很多事情会比较冲动啊 或是比较贪心一点 就想要做 为队伍做更多事情 就觉得 嗯 就想要 就有时候想要做很多事情就会比较急嘛 然后就有时候就是 可能想把 先把龙啊 先把那些物件拿了 然后再来打团 但有时候就是两件事情都没有做好 还一下 还一下 我都送了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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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 下一把 就只有来一课了 加油加油 那我们要过来 别着急 别着急 加油加油 我还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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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拉夫乐了 再上了 哎 可以了 他没W了 我再打奥拉夫 我来了 我来了 看到利用弱雷 血量上面是优势 在床单词那边 血量第一人吸起来吗 没有机会 这行人单杀了 直接正面三级打 四级卡扫 完成了一个一血的单杀 拉哥到了吗 我我我我从听一边 开把我 我踢到了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阿拉夫阿拉夫 来来来来 只杀了 只杀了 我排到了 我抖了 他们人都在下面 三小九 就舍女在上好像 一段点了 上路线很多呀 阿哥其实等下 你可以往上面放这一样 知道知道 你的位置不好 跡撞没戴了 - 看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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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看再看吧 没事吧 是什么 没事没事没事 是球 阿拉夫能看吗 来来来 没戴 看我冲了 冲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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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扫死我 Legends 打死我あります 冲冲 下眺了 我 Prime关机 冲冲 国務 海添 1-3打自己 而且卡産其实第二波落回去 我觉得那个打是好的 卡産直接拉那个兵 然后你直接开打先扫一波 你原地先在外面扫一波 他6都没有 两个走进去他就死掉了 他有可能拿新德拉 奥拉夫 奥拉夫什么 奥拉夫炸弹 奥拉夫炸弹 拿新德拉 那我们新德拉啊 可以啊 我可以新德 新德拉夫是我的吗 新德拉夫要去下路 新德拉夫 那我还能选个卢仙摇摆 新德拉夫家都选吧 我可以卢仙摇摆的 慢了慢了慢了 我就没球了 卡米亚可能要过来 你喜欢卡米亚 我不知道他在哪 他有点小装啊对吧 卡米亚看 我操 我没事我没事 我能我能走 我出来了 给我踢吗 可以看可以看 我踢啊踢啊 我有闪我交闪我交闪 可以打架可以打架 卡米亚没打卡米亚没打 先上脸上的拉开 慢了慢了慢了 我靠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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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操 能走吗能走吗 8 3 2 9 结合交场 结合交场 我被踢死了 哇 终线终线终线 被照到了 后面有个绕后颜 我们打团就也没有 完全的阻隔吧 都有看当时想法吧 就可能谁想到一句 又说一句吧 就没那么稳定嘛团队 问题的话就感觉 要多听几个人了吧 就不能每个人多 来吧 来来来来 一向一向二 我们大家就做一件事情 我们大家就是五个人 想办法把瞎骨吃掉 我们就只做这件事情就好了 那我 那我来 你就直接上去 你就直接来帮打瞎骨 然后我们看到那个上路腿 怎么可能不打瞎骨啊 我们就是只 我们七分半 七分钟就做一件事情 就想办法把瞎骨吃掉 不管你们做任何事情 就把瞎骨吃掉就好了 赵哥刚打很好 继续保持啊 他把我搞 就那波给过压力以后 我有点难受 对吧 就我不太感动心了 别想作为poor了 想后面还有两把 我们今天就想办法 把后面两把赢下来 打完太慌了 他把我们送 他这两把 不会送的 好 没事 没事 有没有放心的交给队友吗 这 你好 卓哥那种call其实是好的 是好的 但是你不用 你没错 有听一下 有没有 卓哥在运营上面call是好的 但是你也不用太过于集中 在他们的那些点上面 好 你们放心的把后背交给队友 没问题 就我们呢 我们会选择这个阵容就是觉得 可能是觉得当下比较好的阵容吧 对 可能自己训练赛或者是 比赛时候 觉得这样比较好赢 我选刚普 你们可以打下 德雷文 可以 但先锋 先把先锋拿了 但我们其实已经没那么好打下 他是炸弹人了 我不能硬灌下 先锋拿了就好打了 我卓仙安也行 我卓仙安也行 卓仙安也可以 其实卓仙安蛮好的 还是你想玩 我可以卓仙安 你想玩卓仙安对不对 真可以 那你就玩卓仙安 他就压锁了 那选卓仙安了 他应该就压锁一本 他都可以压锁的 卓仙安也还好 他真的压锁脚跃 我卓仙安熊 然后加一个钢普大 也还行 其实我们这一把 就是选先拉就觉得 就是 就是我觉得那把打完 就第二 就中间虽然输了一把 那把手感还可以 然后就是这把 然后K我玩小玩吧 然后本来选 然后后面他发现就是 卓仙安也 可能更好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也比较有自信 我说那我信他给我玩 我们打团就能散一点 或我们主动打也可以 OKOK 反正可以往你终极 会自己去操作的 我相信你 加油兄弟们 加油兄弟们 怎么不相信我马哥 怎么不相信我 我也相信你啊 我们就新的一把 还有两把 我这把往下刷了 我这把往下刷了 okok 他就能自己玩吧 上就一个 我没事 交个闪吧 我没闪 他应该 看久了吗 慢点慢点 我盯住他 oug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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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亚索 要等下 要等下 出个大招 出个大招 快走快走 哦 他刚刚这边有个争议哦 我吐出来了 没事 不会掉东西 你们大招可掉了 大招可掉了 能守住吗 别被一波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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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小三度 还要有机会 守主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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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要一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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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想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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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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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了369 买个表吧 他们明手兵 慢慢来 慢點,10秒 控一下亞索主哥 我控不到他的 亞索主哥死了 急急了 我的我的 沒事兄弟們 讓我們中西LH他們做到了 在今天以3比1擊敗了 偷博拿下了8進6的這張門票 這夏天其實可以這麼說 就是我不覺得我們就是有在退一步 因為大家都在成長 成長都很痛苦 我們其實也做了蠻多努力的 只是結果不見得贏 我覺得這個夏天賽 畢竟有太多東西都不會 還沒接觸過 我希望以後能開發出來了 我只能說今年 大家都比之前 去年更想贏了 但是結果上不是很好 我們好像有那種必須要贏的標籤 所以說才會 就習慣了 就習慣了每天訓練的樣子 然後 就來到訓練的時候 才想起來已經放假了 那有點不習慣 就打著就要讓開了 打著打著就 想著真的該給自己休息一段時間 全世界撲出來迷離了 每個人都想不到結果會怎麼樣 也不知道能贏多少三百 也不知道會立馬就輸掉 首先一個就是我覺得 還是要能接受失敗的 然後 雖然確實這個夏天就是 就是沒有我們到我們場上那種程度 但是 就沒辦法已經輸了 就希望 就明天能好起來 就可能一開始想的是 就是 隊伍都是 以前都是那些成績很好的吧 就感覺聽他們的應該就可以贏了 就比如說我最後幾場其實有很多東西說了 就一切被無視掉了 因為可能大家平時的習慣就是 我說的話優先級沒那麼高 就感覺可能平常訓練沒有做好吧 就是 就是 比較多紀律性上的問題就是 到後面都一直還是解決不了 對 雨後的烏雲被夕陽向上迎邊 不知道哪場雨過後 夏天突然就結束了 就像吃過的雪糕 只記得木棍的味道 好不甘心啊 好像什麼都沒做 夏天就過完了 不管明天怎樣 也不管在哪 就希望有比賽打 可能是最後贏的 我希望我們明年 就打得更穩定一點 少浪幾次 打出更好的成績 職業目標的話 可能就是 做好自己 就把自己做好 每一場比賽都打到精力最好 應該 可能整個下一賽狀態都沒有 調整到自己理想的狀態吧 然後 就最重要是沒有聽到 全球總比賽吧 就是 就是職業生涯 唯一就是第一次缺席 然後就是 都什麼感覺都有吧 就是 自己還是會盡我自己最大努力 就感覺對我的話 還是需要挑戰吧 就可能 去年的話 每個人都可能打得比較更好吧 今年可能就 電動有點大吧 明年肯定也是要 努力去做更好 今天原因確實也蠻多的 然後又換了就是 就人也在平衡化 就覺得 明年的話得 更加努力一點 明年 就明年告訴世界我最想輔助 可以嗎 不幸中的萬幸的事情 就是 所有東西都 真的就回到原點 就告訴你 就是 爆發貨不可取 就是 你得要 一步一步 交踏實力 所有的體育也好 或者說 經濟也好 電竞也好 就是這樣 不是要去移什麼目標 我覺得就是 想明白怎麼做 才是更重要的事情 夏天總會再來 希望下一個夏天 一定 是個無憾的夏天